如果在台灣已經開始被燃燒 Always 長那麼多你們的用事 那些人是不是一直都是在 XX3的模式 現在則反映你是有變相變成的理由 每問一個問題 八問前都抖抖的 是真心化大冒險等級的提問 我們蒐集了網路上表有的問題 請到品牌代表們親上火線 來幫大家解答這些 有點辛辣的提問 鐘表界的留言終結者單元 本集開始 之前因為蒐集了我們小花派場所 所以在台灣其實產生了一些配料的證明 那如果在台灣已經開始配料了嗎 呃 這個搶手的商品啊 不只在台灣 其實在全世界都是一樣 那我相信全世界都會碰到類似的狀況 其實消費者有這樣的想法也很正常 但是你知道 其實我們當賣方也不容易 今天如果我要賣這支手機 我只有一支手機可以賣 A小姐 B小姐 C先生要跟我購買 我要賣給誰 A小姐第一次來 B小姐 每個禮拜來一次 C先生 每天都來 C先生過去曾經在我們的店上 都有不時的消費 那我當然選擇賣給C先生嘛 但是我這樣子的消費過程之中 可能 我們其他的消費者就會覺得 欸為什麼是賣給他啊 為什麼不是賣給其他的消費者 是不是我們有配表啦 是不是我們有一些其他的 什麼樣的連結的交易啦 我覺得這就是很多餘的 其實它就是一個市場供需的一個機制問題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這就像船上面的懸窗一樣 你知道Hubro其實就是法文懸窗的名字 懸窗一定要能固定在船的甲板上 就是要把每一個錨釘都錨緊 那才有辦法做到防水防塵的效果 我們的品牌製表總監Mathias先生 是這樣子跟我解釋的 如果我們同時在拿10顆不同的螺絲 我們把它鎖到塊板子上 當這個螺絲全部擰緊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10個螺絲的方向 都是完全朝著不同的方向的 因為螺絲它的設計就是把它 把這兩個結構把它連結在一起 如果我們要刻意的把它朝向 同一個方向去擰緊 那我們會發現這個螺絲板上 每一個螺絲可能會有不同的高低 因為它沒有可能為了要朝這個方向 而沒有辦法去做到擰緊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也蠻有意思的 大家回去可以試試看 Hubro是一個行銷策略 大過於製表實力的品牌 關於這一點的品牌 我覺得Hubro它一直是一個 走在很前面的品牌 包含早期Hubro也有自己的 這個官方的頻道 電視頻道 我猜啊 許多的網友對於這個問題的想法 應該是我們有很多的跨界合作 在瑞士的朋友們告訴我 每一個品牌都會有一個稱號 你知道嗎? Hubro在瑞士就是 King of the relationship 就是我們非常多的朋友 所以我們可以發展出很多 很棒的合作 但是會因為這樣 然後製表實力被忽略嗎? 交很多朋友的人呢 我相信他的功課 這個不一定跟比較差 換成等號的 Hubro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機芯 譬如說像是 這個50日鏈的垂直獨飛輪 或者是像我們非常招牌的14日鏈 可以從我們的機芯 看到很多Hubro的工藝 跟一般品牌不一樣的地方 日系制標品牌自然也是要訪到的 表友們最多問題想問的Grand Seco 這次沒有訪 那就來聽聽 另一個日系品牌人氣指標CityN 回應了哪些表友提問 CityN是不是一直都是在複製Grand Seco的模式 例如說他們做特殊面盤 然後你們也跟進 嗯 好 真的這樣City的問題呢 我們兩個都是來自於日本 所以我們有相同的文化 跟匠人的精神 那我們可以提到 是我們在處理表盤的工法略有不同 那我們TheCityN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有結合 我們當家的光動能的技術 所以我們將光動能的特性 就是會有一個透光的飾板 那我們將塗左盒子 或者是像金箔這樣特殊的材質 融會在這個表盤之中 那另外的話我們針對機械手錶 我們也不斷地追求更高的精準度 我們CityN比較不同 是會針對集團下不同的資源進行整合 這是我們比較不同的地方 嗯 那針對這個問題呢 我們可以回到我們CityN本身 那我們CityN在2012年 就是收購這個機芯廠之後 我們開始有跟它有更多的合作跟交流 所以歷經十年的研發 我們也推出了0.200這個機芯 那確實裡面的部分的零件是在瑞士生產的 那其他的機芯的編製 還有它的一些零件 甚至最終的組裝 都是在我們CityN長野縣的南信州 高級實際工作坊主持的 所以針對這個問題 我還是可以大聲說 我們CityN的表都可以是Made in Japan的 那我們可以再把這個視野放廣一點 我們到中東市場來看 這邊的表迷特別喜歡是帶金色的表塊 所以看到他們在當地所販售的表塊 大部分清理色可能會是金色的 那台灣我們累積了很多的資訊 這20年來 所以不論是表殼的表徑 或是表殼的顏色 甚至我們最終選擇機芯的特色 這都是我們大數據 那當然這個表友一定很期待 我們可以引進更多特殊的表塊 那就請敬請期待 我們未來一定會有更多的表塊 關於自製機芯 也是表友們很愛戰的主題 有請近期自製機芯問題首當其衝的ORIS 直接上擂台說分明 日裂的自製機芯 自分調分 然後還有動力 就除了五日的這個位置 其實反映了你們這個自製機芯 它目前還不穩定的狀況 通常就是說 消費者他在這一塊上面 不是很了解 不是很清楚 那我們在我們的服務中心來看 我們回修真正回來的次數 並不是這麼多 它只是說在於說 你在調整時間的當下 如果你沒有照它的規範 去調整的話 它會有兩三分鐘的誤差 但是如果你照它的方式去使用的話 它就不會有問題 那如果你在 調整到您正確的時間的時候 你在把表冠壓回去之前 先做了一點點 往後旋的動作 只要一點點就可以 你再把它壓回去 它是不會有任何的時間差 它絕對會是停留在 你目前調教的那個標準的時間上面 動力不足五日這個狀況呢 那在我們的規範裡面 這一支五日鏈 它必須要上滿120圈 它才會達到五日鏈的動力儲存 真的有去這樣操作的話 它絕對是可以達到五日鏈的標準 現在AORIS的定價 其實已經拉到了 大概台幣10萬塊的這個區間帶 那其實在這個區塊 你會遇到對手是利多 或是可能有些標準會越能鬧 再加一點預算 我就可以拿回到了 那其實AORIS 漲那麼多 在市場上面 目前你們的優勢是什麼 關於這一點 我要先澄清一下 漲那麼多 其實是在於說 我們推出了這個 CALYBER 400這個 自製機器 所以它的價格帶才會被拉到說 讓你覺得說 我們到了那個地方 那其實我們還是有通用機器 那在自製機器上面 這個地方我們是非常自豪 就是說在這個價格帶 我們還是提高非常高的標準 比如五日鏈的動力儲存 還有十年保固 還甚至優於天文台的一個標準 那所以在這裡 我們是非常有自信 通用機器那一部分的話 我們還是在一個 非常合理的一個價格帶 我們的消費者 他外面繞了一圈 之後還是選擇回來買我們的手錶 因為他發現 在通用的那一塊 現在幾乎有的牌子 幾乎已經跟我們的自製 是一樣的價格 這是比較特別的事情 我覺得這比較值得去探討 百年齡是新舊表迷的喜好 敬畏分明的牌子 有翅膀 沒翅膀 可以分成兩派 關於現在的百年齡 和老百年齡的手錶 大家也有不同看法 百年齡就是近幾年 全面之餘 換上你們的病例 其實是新 所以你定價跟這也開始變高 不過就是在細部的做工上 就是有表演 我覺得好像 老百年齡的細節 跟氣勢都還做得比較好 那有現在的百年齡 是有變相變貴的疑慮嗎 就延續我們新任總裁 George Kahn的一個想法 我們希望我們的商品線 能夠接觸更多的消費者 所以我們針對B01機芯呢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區隔 就是我們有推出了運動型 跟優雅型的機芯 所謂運動型我們就搭配在 比較像TOPTIME 還有AVENGER 它的價格的定價稍微低一些 但同時我們也提供一個 比較更高階一些的 優雅型的自製機 我們搭配的是在百年齡 Navy TAMMAN ICONIC的一個樣式上頭 價格稍高一些 兩款機芯雖然價錢 跟打磨花光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提供的品質 跟穩定度是一模一樣的 過去百年齡 沒有想到自己能夠 成長的速度這麼快 我們在產線上的一個供應商 確實是遇到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挑戰 我們過去本來是需要一個供應商 現在變成三個供應商 確實由於過一段時間的亂流 我們對於這樣的反饋跟回饋 百年齡不可能視而不見 我們應該在左手下一步 提供一個更穩定 更好的一個品質 給消費者給大家做選擇 有些百年齡條例 看你選擇的商品手錶 送到比較像幣的手 我們送到後 一般公開的這一款 其實各個大品牌 都有一樣的類似的情況 像台灣是一個 很成熟的裝表市場 我們代理店的維修部的師傅 都有很成熟的一個維修的技術 我的維修的車子保養 我有時候會想要去複廠 它可能價錢會比較友善一點 就好像我們的傳統錶店的 維修部一樣 那同時呢 也有巡銷費者是覺得 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保障 所以我願意多付一點經費 所以我把車子或是手錶 送到院廠來做服務 其實百年齡在台灣 一直都有自己的維修中心 一直到去年為止 做了一個全新的調整 我們希望我們的維修部的師傅 能夠重複的 針對相同的機芯有一定數量的一個練習 很可惜的 台灣的維修部的數量並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暫時先把這個維修部 給它結束掉 我們過去這一年多試煉以來 把所有的維修部跟維修件 送到香港或其他國家 來做一個整合的時候呢 維修的品質確實是比較高的 最後來看看 社群上也有很多表友 在關注的新興品牌 Orage 部分表友 質疑由台灣人共同創立的品牌 能算是協同純正的瑞士品牌嗎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 蠻有趣的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在瑞士最大的兩個 鐘錶品牌 Swasch Group的 Co-Founder Mr. Heye他是 黎巴嫩人 那Rollex的 Founder Viestolf 他是德國人 Co-Founder從哪 哪個地方 本來現在這個時候 我就越來越 International 我們公司也有很多 不同國家的人 在Team裡面 但是我們的所在地 就是瑞士的製表 核心地區 我們可以有最好的製表 鐘錶學校的學生 我們可以有最好的工程師 甚至我們有一個瑞士 最乾淨的環境 來做製表 那我覺得 這才是一個品牌 它是不是 瑞士製造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關鍵 Orage從創立以來 有部分表友覺得他們 技術有餘 但是設計不足 很像是工程師 設計出來的手錶 沒有高機錶的細節 與美感 關於這點 黃姐怎麼接招呢 我想Orage應該是 唯一一個品牌 我們在設計 我們手錶的時候 我們先設計了機芯 那因為機芯其實是靈魂 我們先要有靈魂之後 我們才能來講外表 我們有設計師 而且我們有很多個設計師 那像這個東西 需要跟我們的工程師 就是說 常常要坐在一起 然後看一下 哪些技術是可以達得到 哪些是會影響品質 也許爺的牌子 他就是已經買了一個機芯 就是公用機芯 然後想辦法把外表 怎麼樣做好就可以了 但這是在我們公司 是通常就沒有這麼簡單過 另外一個 我們想要追求的一個風格 是更現代感的 Vintage或是說 Classic的一些設計 很多百年的牌子 他們已經都在做了 我們要找到我們自己的風格 但是我們還是會運用很多 比較Classic的Decoration 去搭配一些比較 Modern的設計方式 我不覺得我們沒有細節 我們的細節 可能跟主流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 一個新創的品牌來說 找到自己的風格 是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以上這一集的 表友提問蒐集 有選到你們想問的問題嗎 如果有什麼 想問其他品牌的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來幫大家 直球對決